十号成功拿下天神镜第一人的称号 但仍未引起两院足够的重视 无奈之下 十号只能继续留在天神书院休息 书接上回 当九幽傲因轮回之力变回幼年期后 他内心极度不甘 在仙院有天神镜第一人的美誉 结果却在天神书院吃了大亏 甚至还被人踩在脚下 这是何等的耻辱 而十号面对险些杀掉自己的九幽傲 此刻很想将其一脚踩死 不过碍于几个老怪物都在盯着战场 并且天神书院的长老更是传音告诫 不要除掉这头凶兽 否则会有天大的麻烦 十号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弊 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学院 立场不同 如今起了争执 甚至要浴血厮杀 但终究同属于九天十地的生灵 未来还要一致抵御外敌 最终十号抬起脚 一把拎起了那只小狗仔般的凶兽 先任的众人看到这一幕后无比失落 早先他们信心满满 认为九幽傲可以暴打十号 可现在却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而圣院的人则是一脸凝重 无论是九幽傲还是十号 在他们看来都是这一代人中的绝世高手 必须严正一代 唯独天神书院的长老们脸上乐开了花 二长老大笑着说道 看来是我们天神书院的弟子获胜了 下一刻十号斗手将九幽傲扔出擂台 由于轮回之力的作用逐渐消失 九幽傲再次变回了恐怖的凶兽 他在台下仰天大吼 像是发狂了一般 不过很快他就平静了下来 在恶狠狠地看了十号一眼后 转身变为人形消失了踪影 鲜艳的一位长老叹息道 与无敌分明有无敌资质 隐约兼有天神静第一人之事 结果今日在荒的手中败得如此狼狈 对其打击肯定不小 这一战对于小天王倒是没有丝毫影响 他仍旧笑着说道 与无敌既然败了 我自然会说话算话 湛蓝甲咒暂且寄存在你那里 等到你与道种成功融合 成为教主集后 我们再来一场大战 擂台上十号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没有做出任何回忆 这时有人暗中传音蛊惑地说道 还有人愿意出战吗 再不出手的话 天神静第一人的称号 就要落入荒的手中了 很明显此人不仅在为十号树敌 更想要将圣愿的人也拉下水 果不其然这招激将法很管用 圣愿的一位名叫赤炎子的强者 主动登上了擂台 他虽然只有两道仙气 但却已经将金氏法修炼到了登峰造极 赤炎子血气滔滔 简直就像是一片行走的汪洋 漫天赤霞淹没了擂台 而后他施展血气大法 将那成片的血气化为炎浪 焚烧九天 十号无所畏惧 撑开唯一洞天进行守护 并直接冲杀过去与之激烈碰撞 在对拼的过程中 十号略感震惊 这竟然是一位巅峰炼体的修士 他的肉身就如同金刚般 跟他硬汗时 会发出震耳欲聋的金属颤音 两人全掌交击 擂台之上翻腾起成片的血云 激烈动荡 长空破碎 直至数百回合后 赤炎子的胸膛被十号一拳击穿 整个人从擂台上横飞出去 口中不断喷出鲜血 已然大败 随后又有三位圣院强者登场 结果全都被十号强势击败 惨淡收场 此刻不仅是仙院 就连圣院的所有强者 也纷纷露出凝重之色 现在已经没人敢继续登场挑战十号 除非小天王那种超越天神镜的人出手 否则十号屹立于擂台之上 就算是坐实了天神镜第一人的称号 显然今日一战成就了十号的威名 这样的战绩足以傲视两院 这时 天神书院的一位长老大笑着说道 承让了 是我们天神书院赢得了天神镜第一人的称号 两院的老家伙们也哈哈大笑起来赞叹道 天神书院很不错 培养出了一些好苗子 这等爵士奇才进入我院 必定会大放一彩 天神书院的长老们文言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看来两院将天神书院荡成了苗谱区 好苗子都要被挑走了 简直就是徒作嫁衣 并且通过一个十号 两院的老怪物就意识到了天神书院绝不简单 或许还有和十号同级别的年轻至尊 有人暗自传音告知那些老怪物 其中不仅有人手持世界树幼苗 还有守护者的后代 他们都有无敌之姿 若是真的决战 那些人或许不会落于十号 半个时辰之后 仙院同圣院的人开始争夺门徒 念红耳士 各自都不想退啊 而十号则是被人暗中带到了较为偏僻的地点 这里围绕着两院的老怪物 同时天神书院的二长老也陪在十号身边 帮他参谋接下来该走哪条路 十号非常直接地询问道 我如果加入仙院能否得到完美的古种 一个老怪物拍着胸脯保证道 以小友的资质若是不能配上绝世宝种 那岂不是荒废的资质 仙院一定会给予你最好的条件 圣院的老头子则是冷笑着说道 仙院的老家伙 你就不要坑认了 古种早已被小天王等人分完 若是这位小友真的去了你们仙院 最后没有古种融合 那不是在害他 而我圣院资源丰厚 天才地宝无数 踩进了九天上的造化 绝对不会少了十号那一份 仙院的老怪物则是回应道 你能做得了主吗 听闻那些东西早已被长生世家的后辈预定了 也以为我不知道 就在这时 天神书院的二长老开口说道 既然这样 那时候就继续留在天神书院吧 只为他一个人夯实道基 我愿意能做到 这番话让两院的老怪物一愣 没想到二长老会成为招揽十号的阻碍 不过十号也没有犹豫 非常果断地同意留在了天神书院 因为他深知两院的天纵奇才太多了 所以对他并没有足够重视 与其如此 那还不如留在天神书院继续修行下去 况且大长老的实力 也不会逊色于仙院的那些老怪物 最终石灌王与哲仙等人进入仙院 曹与生与石医等修炼经事法的人进入了圣院 而十号则是独自留在了天神书院